畫面中有民眾拍下7號蘇花公路的狀況 從蘇花公路開往南澳的方向 沿路的碎石人相當多 部分道路探方的區域除了用三角錐圍起 還有怪手持續清理 花蓮大地震來到第六天 經過相關單位連日搶修 蘇花公路已陸續開通並實施管制 包括台九丁線65公里到68公里處 河人道大清水路段邊坡還不穩定 落實頻率較高 車輛行駛人水隧道 機慢車也可通行 以及台九縣重德管制站以北路段 從4月7號到月底 每天放行早上6點到早上8點 中午12點到下午1點 傍晚5點到晚上7點 共3個時段 夜間則實施預警性封閉 公務局也提醒民眾 這回地震過後 余震不斷 山區路段還是會有貪方落實的情況 需多加留意